我好想逃 但我逃不掉 声浪非常的大 我整个人被笼罩着 我被吸完之后 我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我在想 十块钱也是钱 我怎么说也是个消费者 我还是个小明星 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 这个时候老板俯下身来 我以为他要安慰我 老板拍他拍我 让我把钱付了 我付完钱出去 我女朋友在对面一家 美甲店做美甲 她还没有开始